谁不想仅靠吞噬几颗药丸就达到重返青春的功效? 这将不再只是天方夜谈,科学证明了这突破的可能。 经由第一手资料,我发现了一个至少能在我体内达到抗老化的方法。 所以是这样一些科学家对于这种新药丸,是否能延年易受仍秉持着怀疑的态度? 这看起来虽然不像个青春之拳,但在这不起眼的大楼里,我将成为一个令人为之兴奋的实验小白老鼠。 我来到了位于丹佛的科罗拉多大学,会晤世界知名的科学家乔迈克德博士。 听说你们有了一个不得了的发现,是的,我对此感到非常兴奋。 他最新的研究或许已揭开了老化的奥秘。 数十年的试验下来,这很有可能为人类延长几年寿命,甚至预防癌症、糖尿病、心脏病等等的慢性疾病。 这一切都跟这颗黄色小药丸有关,至于我,我得先验个血,请你一过去一点,对了,很好。 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为了这个公司抽血了,他们想要检测我体内一种叫TBAR的指数,这大概能测量出一个人的实际年龄。 TBAR检验能鉴定出人体体内一种称为氧化应激的反应,这能测出我们体内的耗损。 氧化应激就像是引擎上面的秀,不是一件好事情。 氧化对身体有害会导致疾病,会导致疾病和身体失调。 更重要的是,这会引发我们俗称的老化。 氧化应激的增加是个缓慢的过程。 在生化学上,这是导致老化的主要特征。 老化的起因就是在于那些能够带给我们能量的食物上。 当我们的细胞在燃烧那些食物的同时,它们也正在释放有毒的化学物质,那些化学物质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自由基,将会与我们的细胞组成产生反应,每秒冲击着细胞数百万次。 进而导致细胞的受损,最后产生的结果就是氧化应激,我们每个人体上都有。 人体内的防卫系统会产生两种抗氧化酶与脂抗衡,一种是过氧氢酶,一种是超氧化物质化酶。 它们在自由基侵害我们的细胞之前,先将它们吞噬掉。 但当我们逐渐年老,那些自由基也将逐渐压倒并且毁灭我们体内的抗氧化酶。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,科学家都认为那些抗氧化维他命C、E能降低自由基,但事实上并非如此。 在过去大概五年的日子里,我们发现那些维他命并不够好,它们的效果并不够强大,但是他说这颗药丸尽力十足,而且效果要比维他命更强上数倍。 那么医生,我应该多久服用一次?我想,我这就来试试看。 经由吞噬这颗药丸,我已经成为了这个科学研究里程碑里的重要一部分。 这味道并不坏,这种药叫做Protendent。 它已在小白鼠和人类的身上试验过,能够加速生产我们体内有效的酵素。 体内多些抗氧化酶伤害我们的自由基就能相对减少,至于这是否能使我们更长寿,人不得而知。 这药即将用于测试延长小白鼠的寿命。 无论结果如何,这都是个诱人的论点。 目前我们已知道这能降低我们体内的氧化应激。 氧化应激就像年老一样,它并非一种疾病,但它却伴随着很多疾病的产生。 你是否已经发现了青春之泉,我并不能这样讲,但这发现很可能在老化以及在生化上面提供我们更多的资讯。 也许可以延缓衰老,你可以看到这跟老化有关的经由T8测量的氧化应激通常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。 但麦科特博士的测验显示,每天服用一颗Protendent能为各个年龄层的每个人扭转这趋势。 即使是80岁的人,那些人体内的氧化应激都将降至新生儿或幼童的水平。 回到一个幼童的氧化应激水平,这听起来真是好的令人不敢置信,Protendent在我身上也能引起作用吗? 或许能,原来还有其他有利的证据为麦科特博士的发现撑腰。 这些证据来自于小白老鼠,经由基因改造它们体内能够制造出更多的过氧化酶, 也就是Protendent能增进其中的一种酶。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研究者道克拉斯·华勒特博士说它的效果非常显著。 我们发现那些小白鼠们寿命延长了20%, 也就是医生寿命中的五分之一。 他们相信如果有了更好的技术,人类的寿命最终也能够被延长。 我们应该可以延长哺乳类动物50%的寿命, 以人类为例那大概是130到150岁。 科学证据是存在的,这点毋庸置疑, 问题是这是否代表人类可以因此而从中获利? 这么神奇的药丸里到底包含了什么? 它的成分其实非常简单。 Protendent里含了五种植物的成分, 你也许知道其中的一些, 绿茶和印度料理中常见的姜黄。 其他还有像印度人参和牛奶剂叫一国风的成分。 这每一种成分都是经过了人类长时间的试验, 它们常被用于传统的印度医学、中医和许多其他文明上。 有一些以上达好几个世纪之久。 看来古老的东方医药即将与近代西药做结合。 过高的氧化印机不止与老化有关, 它甚至关系着其他数百种疾病。 氧化印机是许多疾病的病源, 肝病、糖尿病、肺气肿、气喘。 我研究过这每一种中风、心脏病甚至是精神疾病。 是的,忧郁症呢? 阿兹海默症忧郁症。 为了该产品的所属公司, 詹姆士·克莱寇博士正在位于丹佛的美国国立犹太医学中心做Protendent的研究。 你是说这有可能是个万能药吗? 这是个很小的影响,但它却非常重要。 我们并不主张这能治疗或预防任何疾病。 我们希望当我们做了足够的研究, 在未来也许可以宣称这些主张。 以Protendent做糖尿病和心脏病的临床实验, 应该会于三、四个月后执行。 至于每个人最大的天敌、老化又是如何? 原来重点在于平衡那些好的抗氧化剂和那些有毒的自由基。 如果我们可以减少些自由基, 我们也许就能减少一些老化所带来的副作用。 举例来说,为什么我的肌肤跟小婴儿的比起来不一样? 这是老化里面最明显的一个现象。 这可以预防皱纹吗? 你最好不要乱下定论,是的。 但关于这是否能预防皱纹, 我想这可能性是永远存在的。 在我身上的实验又如何了呢? 在经过了近两个礼拜, 是时候看结果了。 麦克特博士计算了些数据, 结论是我体内的氧化应激水平有了明显的下降, 下降了45%,这真是太好了。 看我在这图表上的前后比较就能一目了然。 这氧化应激水平是你在新生儿身上可以看到的。 我们让时间倒转了吗? 在现实中或许没有, 但在我体内深处的细胞里确实是如此。 你是否会建议我继续服用这产品呢? 我会的。 但我不能保证这个可以使你延年益寿, 也不能保证这可以消除任何疾病或是治疗它们。 但我们的确知道氧化应激是那些疾病产生过程中的一部分。 我不想等到我80岁, 才发现到我早该服用它。 制造Protendent的公司, 声明他们的试验显示了药丸里这些使用了数世纪的成分绝对安全, 且因为这是以营养品的方式贩卖而不是药物, Protendent并不需要美国FDI食品药物管理局的安全。